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33网校,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江老师 前面两节课呀,我们已经学习了葡萄沟 知道了葡萄沟,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那里不仅物美,人美,还有非常美味的食物 其实啊,在这篇课文里啊,还有许多美妙的句子,美妙的字词 因此啊,在这一节课,我们重点来讲解一下葡萄沟这篇文章里面的好词,好句 以及我们在写作的时候能够借鉴到的一些写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词 词呢,我们首先讲一下记忆词 像我们在描写枝叶的时候,作者呀,用了茂密的,茂密的枝叶 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写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繁茂这个词来代替 还有有名,是指非常的出名,并且想当当,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著名这个词来代替 还有,比如说喜爱,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 我们也可以用喜欢这个词来替代 以及五光十色,它是指银色非常的鲜艳,并且饰样繁多 在这儿呢,五颜六色也有五光十色的一个意思了 好,经义词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反义词我们来看一下 反义词成熟 熟 熟,它的一个反义词是 熟,表示还没有完全的长好 而热情的文若族老乡 如果你遇到一个不热情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对,那是一个冷淡的人 或者说态度非常的冷淡 非常的冷漠 展开 枝叶向四周展开 如果它没有展开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对了,那就叫做收拢 收拢,把它聚合在一起 这样呢,是近义词与反义词的部分 在我们的文章中啊 作者呀,还运用了大量的形容词 形容词 它能够使我们所描绘的那个事物 更加的形象,更加的生动 我们体会一下 如果我们要描绘的那个事物 没有这些红色的形容词 我们看一看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描写枝叶 我们就说,哎,枝叶散开 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枝叶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还有,比如我们描写凉棚 如果我们不加上绿色的 我们就不知道凉棚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 因此啊,形容词的运用啊 可以使我们的文章啊 真色天彩 但是,运用形容词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我们的搭配呀,要正确 不能错误的搭配 明明是绿色的凉棚 我们不能说成是黑色的凉棚 要符合事物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好,形容词的部分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在这篇课文里啊 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好的词语 同学们呀,可以在平时的写作的过程中 阅读的过程中 把它积累下来 第一个是,茂密 茂密形容的是草或者木 长得非常的繁茂,茂盛 而热情好客呢 是形容一个人 非常的欢迎自己周围的朋友啊 准会 表示啊,一定会 一定会 这种感情呀 是非常的强烈的 还有这个四字成语 五光十色 形容银色非常的鲜艳 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 除了我们平常用的五颜六色 我们可以用上五光十色 这样的四字成语 还有颜色鲜 味道甜 这样结构比较一致的 我们用在文章中呢 可以使文章朗朗上口 更加的具有特色 好,词的部分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好词 可以借鉴 那么句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课文里啊 它有一个皮句 茂密的枝叶向四周展开 就像搭起一个个绿色的凉棚 在这里啊 作者呀 就重点的描写了 葡萄哥的葡萄非常多 用了一个比喻句 你看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比喻词 它把这个茂密的枝叶呀 比作绿色的凉棚 来形容这个葡萄长得非常的茂盛 这里一个个 也形容啊 这个葡萄呀 种的数量非常的多 所以呀 比喻句的一个使用啊 能够使我们的文章 更加的贴切 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具有文采 我们的同学 在平常的写作中 也可以多多的使用比喻句 好 有了字 有了词 在这一篇课文里啊 还有最后一个自然段 让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呀 它虽然只有一句话 却总结了整篇文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在这篇课文里啊 我们运用了总结性的结尾 也就是你看最后一句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用好地方三个字呀 来总结了 在作者的心目中 葡萄沟是一个什么样的 哎 第一位 这样呢 它既总结了整个的全文 而且又表达了作者呀 发自内心的 对葡萄沟的一个赞美之情 将一句话 总结性的作为结尾 这样既简洁又有力 直接的点名主题 能够帮助读者呢 能够进一步的 抓住这个文章的主旨 直到作者 他的一个喜好 他的一个判断 比如说你看 好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 就肯定知道 作者呀 在这篇文章里 他是主要赞美葡萄沟的 好 总结性的结尾 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么我们要运用 总结性的结尾 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就要抓住要点 语言呀 要简洁 你不能长篇大论 一个自然段 两个自然段 都在讲这一个 那这样就不叫做 总结性的结尾了 而且呀 要自然流畅 第二个呢 要让人看得明白 对突出主题有作用 不能画蛇添足 好 我们讲到这样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样 有一篇文章 是一个小同学 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 它是如何运用 总结性的结尾的 首先呢 它在开篇说 我的家乡在原江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接着呢 它就描写了 它家乡 一年四季的景象 你看春天 柳树吐出了 嫩绿的新芽 花儿都睁开了眼睛 蝴蝶蜜蜂 在草地上 翩翩起舞 到了夏天呀 阳光明媚 湖里的荷花 也绽放了 粉红粉红的 像是一盏宝莲灯 到了秋天 秋风袭袭 金黄的树叶落下来 飘飘洒洒 水果也成熟了 在太阳下 五光十色 十分漂亮 冬天 北风呼啸 雪花从天上 慢慢的飘落下来 像无数的小精灵 孩子们在花园里打雪仗 对雪人 溜冰 玩得兴致勃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结尾的 它说 我爱我的家乡 我爱它四季美丽的景色 也就是在最后 它总结了四季美丽的景色 也就是说 在这篇文章里呢 作者呀 它不但借鉴了我们葡萄沟里 五光十色 这样一个四字成语 也借鉴了作者的一个写法 用一句话来总结整篇课文 好 同学们 如果你们要来描写自己的家乡 也可以向这个小同学学习 运用他的这样一种结构 他的这样的一种 借鉴的词语等等 好 今天呢 我们关于葡萄沟的字 词 句的一个学习呢 差不多就到这里 等老师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学习任务 希望大家呢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 内容呢 就不限 比如说你可以介绍家乡的特产 家乡的美景 或者家乡的历史 等等 在介绍这些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我们运用我们所学过的字词句 以及一些篇章结构的写法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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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